宝丁义县狼牙山滑雪场 位于狼牙山脚下的龙门水库旁 算是北京周边比较大的滑雪场 不过相比北京的滑雪场的规模 它还是要小一些 大概有七条雪道 两条高级道 一条跳台道 四条中初级道 一条缆车线 狼牙山周边是有山有水 算是宝丁知名的旅游地区 因为紧挨着龙门水库 夏天这里还有水上世界 来这里的游客主要是宝丁和熊安的 北京的偏少 雪场地处宝丁市下面的一线南部 靠近宝丁市的满城区 公交车距离雪场还有2.5公里 并不方便 自驾车很方便 直接导航就可以 停车场非常大 停车免费 没看到有充电桩 在春节期间 雪场的门口有小吃 价格比当地要贵上一倍左右 旁边也可以租衣服 还可以租各种的护具 衣服30 其他的头盔雪镜护具 打包一起是35 都是春节期间的价格 进狼牙山滑雪场的大门 凭购买的滑雪电子门票 兑换纸质的凭证进入 有保险 每人需要交20 不滑的人 也需要购买门票 每人20 进了大门里 右手边是小孩玩的雪魔方 类似很多雪上乐园 场地还是挺大的 官方价格是每人120 比北京还要贵 网上和某鱼上 价格会低一些 大概80左右 大老远的您还是选滑雪更好一些 左边大厅是滑雪中心 进了大厅左侧是办卡中心 凭纸质的凭证办卡 另外每张卡收押金300 可以凭卡去租衣服 如果门票中含有雪鞋雪具 凭卡去领雪鞋 衣服单收费是30块钱一件 最好是租件衣服 因为它的衣服是防水防风的 自己衣服可能会湿 领到自己尺码的衣服雪鞋 就把装备和护具都穿好 可以租个柜子存东西20块钱一天 如果有家人不划 就可以不用租柜子 提前准备一个大包 拿着衣服和鞋去二楼的休息中心 二楼休息中心也挺大的 休息的座位很多 不会说没有座位 有卖小吃和盖饭的 当然价格肯定比一线本身要贵多了 小卖部500毫升的葛乐是5块 旁边西北镇镇上的超市是卖3块 华业厂也可以请教练 春节期间一对一是260一小时 砍不下来 这是官方教练的价格 据说平时能砍价 大概一小时140 反正您记着这边买什么 您都先砍砍价 我们是给孩子请了一对一的教练 算是增加了安全系数 教练说请教练了 像小乌龟这种护具 其实就不用租了 用不上还妨碍运动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换好的装备去领滑雪板 初学最好学双板 滑雪必须穿雪鞋才能够进入 进去以后跟教练开始 从简单的开始练习 我是不会滑雪 所以后面就给不了大家更多建议了 雪场边上也有各种小吃和饮料的售卖 滑完雪 先拼卡还了雪具和雪鞋 然后去办卡中心退卡就可以了 栏安山雪场适合初学者 价格比北京还是要便宜一些 这是雪场项目的官方价格 网上有早鸟门票要便宜一些 春节期间肯定是最贵的 您可以在某渔上面找当地人买票 会有一些折扣 我们最后买的门票呢 是下午场原价是150 优惠呢138 和雪鞋雪具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并且不妙人